这是你们几个上个项目的分红 不过 感谢妖姐 要不是妖姐带着我们 我们哪里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对呀 妖姐 以后你要有用得上弟弟的地方 你尽管跟我小姑开口 老弟绝对尽心尽力 好话不能让你一个人全说了呀 哎 周周 你跟着妖姐这几年 车子房子都买了 怎么一句好话都不说呀 对呀 你一点都不懂事 这些年妖姐对你多好啊 好话谁不会说呀 谢谢妖姐 不瞒各位 我还真有个事 想请各位帮忙 妖姐 有事你就说嘛 我准备把这个公司卖了 家里出了大事 你们能不能把你们这笔钱 歇借我用一下 哎 姐 我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 都等着用钱呢 要不你问问别人吧 我就先走当家 小路 你刚才说 妖姐 你没开玩笑吧 我辛苦苦跑项目赚的这点钱 我还没揣灯里 你这样给我拿走 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了 我实在不想找你的妈妈 妖姐 赚钱的事嘛 你找我 至于借钱的事嘛 你爱找谁找谁去 你家出事 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小路 妖总 你那帮朋友怎么说 都没有接 一个个都是没良心 只认钱的货色 如果我不骗他们说我破产 也看不到他们身上 人心丑陋的一面 太深刻了 去工作吧 嗯 好的 网友姐 周周 你怎么来了 赵不是已经结清了吗 五年前 我生物分纹来到这里 你给我吃住 没让我饿死 记一笔 三年前 你借给我一笔钱 带我做项目 还没收我利息 这得再记一笔 现在的我 从生物分纹到买厂买房 只用了五年时间 这要记一大笔 您说这账能还得清吗 周周 那你就是 这张卡里的钱 拿去用 全给我了 你怎么办 妖姐真心待我 我不能让妖姐失望 如果没有遇到妖姐 当初我会过得比现在更惨 大不了 我跟着妖姐 咱们东山再起 我不太会说好听的话 这张卡里就是我的所有了 好了好了 逗你玩呢 看把你紧张了 赶紧把你这点钱收好 妖姐 你没破产啊 锦上天花的人源源不断 但雪中送炭的只有你一个 一个人的财富 永远和人品挂钩 人品经营好了 财富也会随之而来 我公司以后的项目 都交给你了 我放心